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两个辣椒 可以了 拿两个辣椒 三块 两块 一共五块 好 过去了 收到了 谢谢啊 好 这么巧啊 朱姐 还没到下班时候的 提前六号 偶尔也要放纵一下吗 话说 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遇见你 是件挺神奇的事啊 我辞职了 特地来这儿逛一逛 靠老自己一顿 对了 朱姐 这个虾怎么挑啊 拿筷子挑虾可不行 得用手捏 这个壳呢 是越硬得越肥 上手啊 上手啊 怎么了 你也有怕的东西啊 朱姐还是你来吧 很简单 看 这样一下就好了 是吧 朱姐 后来你那个借钱的事怎么样了 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也没说打个电话说清楚为什么 可能他从一开始 就打算让我吃套路吧 其实现在个人贷款正规渠道挺多的 你大不了就透支一下工资卡呗 前段时间我们大楼电梯贴了工信贷 银行提供的 只要有正规的工作就可以申请 根本不需要担劳 所以哪需要你帮他呀 是啊 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套路 这么多年都没消息 冷不丁地突然冒出来 这就是个问题 还好我一开始是有警惕的 后来呢 又假装浪子回头回来追我 但他知道我肯定不会同意 怎么了 就是是演了一出苦情戏 想着我这一内疚心又软 肯定就帮他担保了呀 幸好你提醒了我 我问了他一句 他吓跑了 估计是想着 在我这儿拿不到什么好处吧 所以就再也没出现了 谢谢你啊 谢谢啥呀 眼睛不如静铃嘛 不过我马上就要搬家了 你要搬家 嗯 啥呀买啥 馄饨 这儿不是辞职了吗 在我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 我可是负担不起这儿的房租 难怪 刘姐 吃个馄饨 好 谢谢啊 你多有意思的一个人啊 要走了我心里还挺舍不得 其实我也挺舍不得大家 二十二楼真的是我的福地 我本来跟公司签了一年的合同 想要解决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二十二楼一直阴差阳错地 让我完善自己的角色扮演 不到两个月就搞定 那就别走了 邻居很重要的 我们这几个人都挺不错的 各有各的好 我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 我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 没有吧 不过露西 你再想想 别烦了 戴老师姐 其实我应的您叫露西 但是我不姓财 以后叫我当事恒就好了 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姓过财啊 你不知道吗 叶珍珍那人嘴还挺紧的 她早就知道了 没告诉你吗 小猪 你的馄饨好了 谢谢 你们两个呀 人小鬼大 哪里呀 其实我早就想这么跟你们说话 这么跟我说话 从调戏我开始 那我可不敢 你可是我最敬爱的主角 我可没感觉到 我告诉你 见鬼什么事事不过三 你看 你浑身仙气的人出现在菜场 已经够见鬼了 又是辞职 又是真名假名的 不许再刺激我了 小心我当场晕倒 下半辈子就吃着你们 绝对没有我家 帮我调回鸡蛋吧 好 老板 来个袋子 谢谢 不买了 有点事 咱们走吧 不好意思啊老板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单位出事了 我一个同在五星级酒店的朋友 在群里问 有没有遇到过马桶炸裂 伤到如厕客人的癌理 那你是知道这方面的法子的 不是 我是想厚着脸皮 跟他要几块马桶碎片 过了今天晚上 明天肯定就都扔了 像这种每天精心清理的马桶碎片 可以拿回去做教学标本 让新手很直观地了解到 卫生死角在哪儿 臭味从哪里传出来的 从废弃酒店和其他家庭 拿回来的马桶 跟这种马桶碎片 没有可比性 航航出壮眼 可惜了我这些新鲜食材 只能明天吃了 怕都没事 好饭不怕晚了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来 倒一个 你还是像传闻中说的 死抱着马桶不放啊 真替你发愁 还怎么叫 怎么会进 马桶没长脚 不会自己跑啊 你男朋友快不多了 怎么样 我能不能取走啊 答应你的呢 当然可以 我又不会临时变卦 这件事情 我们酒店迅速就按下来了 但是这个政务 还是需要立马销毁 不过你的打算也很有道理 你也替我去挑个典型的吧 可以啊 来 这边 来 你看啊 这个流水孔就是未成死角 我摸过不少型号的马桶 特别是标榜静音静弦之类的 在这个出水孔的地方啊 就越是有设计 那马桶刷呢 根本够不到这个地方 那用水冲呢 力道又不够 朝景一往下去 溅起了脏污 留在那儿 痕迹在一起 就变成了卫生死角 平时呢 经常用水冲刷 味道倒是没那么明显 但只要这个房间 控制了几天以后 味道就相当明显 给我个袋子 你们酒店这只马桶呀 用了将近十年了 这死角污垢相当典型 看来得定期用百结布蘸药水 清理死角 你不说我都没有发现 是这个地方 我也是因为两年以前 有一次 我清理一个卫生间 怎么打扫都还是臭 我就跟它杠上了 就用了排除法 先是封住了地漏 然后封住洗手台的 两个出水孔 再封住浴缸的两个出水孔 最后封马桶才发现 就是这出了问题 这给我带 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你们酒店的这个马桶污垢啊 年代久远 要先用药水浸上卫生纸 呼上一个小时以后 再用百结布 真想叫你马桶专家来着 但这名头啊实在是不好听 对了 你等我一下啊 我去换身衣服 然后我下班 我们就一起出去搓一本 满鼻子都是臭味 哪吃得下呀 那我就请你吃臭豆腐 臭桂鱼 螺丝粉 哪有三臭搓在一起的餐厅 能不能用点心 那就螺丝粉 咽牙群芳 走吧 好 饿死我了 饿得我前胸贴后背了 好 放心 回去给你做奶油泡 有没有怀念这口 哇 恭喜你啊 你今天日行一扇的份额 圆满完成了 好香啊 来了 来了 好香啊 珍珍 姐姐在烧菜啊 嗯 朱姐不在 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她平常不是只吃白水煮鸡胸的吗 这个味道是 红烧鱼 糖醋排骨 事出反常必有妖 急反常 急妖 我又都管些事了 拜拜 我去赶稿了 我突然来灵赶了 不打扰你们天命 好谢谢 我来说 涼饿了 我给你喝水煮鸡胸 那我去喝水煮 你吃了什么 你喝水煮鸡胸 不过来 你喝水煮鸡胸 我来说 你也不得了 你喝水煮鸡胸 那边喝水煮鸡胸 我给您 这样一个月是四千 一年就是四万八 这样四年 我们就能把肯老的钱 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 一个月你还两千 一个月他还两千 这一个月是四千 一年是四万八 现在有个事我们卡住了 是一个月又还 你 你好 你们好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可没有小青蛙专门留言 说此刻不坚持反客哟 那你先去做饭吧 美男兼职司机和大厨 何老二不会啊 什么味道啊 这么丑 这是萝丝粉 相当正宗了啊 全是酸笋的味道 闻着愁 吃着香 别臭都不坏厉害呢 美食可以给你 尝尝 谢谢啊 真的不坏臭 我试试那一户这萝丝粉 真能那么好吃啊 您是编织啊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透过臭味 你们有没有闻到饭菜的香味 二零一 她今天很反常了呀 又是红烧鱼 又是糖醋排骨的 我和洪洪都觉得不对劲 放心 她没事 今天我下班早 在菜场遇见她了 不知道有多开心 买了很多菜 估计她这会儿 正一个人享受生活呢 享受生活 你不也在享受生活吗 不打扰了啊 拜拜 来 尝尝大厨的手艺 尝一尝 还是那个味道 赞 那是 就这罗乐业 跑了好几家店才找着的 看你这么殷勤的份上 这个月的搞臭 我就不扣了 说了这事 你家邻居那何小姐 未免太执着点了吧 这两天没少 因为范海记的事情 短信轰炸我 刚刚又给我发一篇评论 跟我讨论主人公的 情爱历程 你文章里写男花女爱了 我看着没有啊 我怎么没写 无辱谁呢 你通篇就是寂心思义的 与天斗与地斗 征服大海探索为迟 来 拿你的小说 跟这盘抹饭比呢 情情爱就只是这上面的 罗勒碎好不好 连洋葱都比不上 行 那就算是比不上 那你就不觉得 她的切入点有点太清奇了 面前放着一盘抹饭 人家给你聊上面的罗勒碎 这歪了歪哪儿去了 男女主人公明明是 战场上培养出来的革命友谊 得 她笔下 成了志同道合的爱情了 她拿着眼睛看到的 要我说 办公室那些无风起浪的八卦 八尘 都是从她这样的人 嘴巴里面出来的 你别栽赃她啊 她本人不多话的 别辩白她 是 但仔细想想 或许友情 的确可以升华为爱情 一百个人眼里 就是有一百个荷玛 说明你文章写的牛啊 开门 Ruzy 开门 走 看看去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出来 你知道她在里面对吗 你们都知道她在里面对吗 把她叫出来 我有话跟她说 那你先冷静点 怎么了 我没放冷静现在 她的公司诬蔑我 诬蔑我爸 现在公司所有人看我 居然看怪物一样 她倒好拍拍屁我走了 我呢 你开门 你敢做不敢当是吧 你出来你给我解释清楚啊 你出来你给我解释清楚啊 行了 这么多看着 行了 冷静点 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下道去说 你不要影响我的邻居 你现在知道装好人啊 我看你是怕你自己的阴暗 被大家发现吗 我对你真心实意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但你玩弄我的感情 你诽谤我心骚扰 你甚至污蔑我爸 你凭什么呀 我们家跟你无冤无仇 你心真的太黑了 污蔑 我没有污蔑啊 你爸爸李勋 你爸爸李勋 从业五年之后 开始以职权之变 性骚扰女同事 是 零八年成为业务明星 生日高管之后 更是有恃无恐 六年期间 一共有九位美女性人 进入她的部门 其中三位非正常生职 剩下的六位非正常离职 一个都不拉 后来她的事业转如暗淡 人事不再给她的部门 安排美女性人 但是她以职权相要挟 对女同事的性骚扰 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你胡说 我爸是个好人 他一直都是一个好人 你这样没有证据 你 你瞎说你这是诽谤 我要告你 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证据 我就是证据 我就是你九分之一 你爸当年对我做的事情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你爸当年对我做的事情 你还有脸上门跟我讨说法 你现在受到委屈 连你爸当年让我遭受的 十分之一都没有 不可能 我告诉你李奇心 在崇敏岛的时候 我有的是办法整死你 我甚至可以让你听 那个畜生去坐牢 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恶心 我跟一个人渣的儿子 逢场作戏 让我觉得恶心 我连坐他给你买的车 我也觉得恶心 而且你毕竟不是他 如果我让你负债子偿的话 我会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但是我现在想通了 我不会再逃避 我会直接地针对那个人渣 在这个期间 我误伤了你不好意思 但是请你回去直接告诉他 他的所作所为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 惨痛的代价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 我一定会给你 但是快拿着 是吧 然后一会再给他 你才让他忙 找他 那不需要 我们 你会让他 Dé入脏 恢处 我知道你状态不好 建议你把车留在这儿 打个车回去吧 我没事 行 注意安全 David David Lucy说的 你信吗 再见 Lucy要是想狠下心来 在崇明岛的时候 她可以做得更绝 要我说 李七星人不坏 她其实挺无辜的 可她爸干的那些恶心事 Lucy曾经更无辜 你说得对 你是不是觉得 我刚刚主动下去送她 稍微有点 你只是善良 我只要是想狠下心 我之所以送了 是因为我推起吉人的 考虑过之后 我心里就害怕了 如 我是说如果 我要是有一个 像李七星那样的爹 我该怎么办 其实我也跟你想的一样 我一直心惊肉跳的假设 假如有一天 有一个人突然 跑到我的面前 是我爸一丈全是 嘚啦嘚啦嘚啦 我也会很崩溃 这李七星 我以后是管他家 太感动身受 对 当然 那Lucy更可怕 炸刀子的位置 太准了 我曾经私底下 思考过Lucy这种行为的 也当然知道 罪不及家人 不能够伤计无辜 但是我又设身处地地 想了一下 我吃了你的大亏 我还不能朝着你的软软 脸秃 还要找你鸡蛋碰石头吗 这样啊 我 接下来问你俩问题 先别闹了 咱就当这学术交流 注重真相 不注重立场 好吧 我同意你刚说的话 但是 你不觉得 Lucy有点太知足以救世了 太牙子被爆了点吗 这种事情你们男生不理解 我一点都不惊讶 你觉得我应该不算是单小的人吧 不是 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天 我坐公交车 遇到了一个咸猪手 那个咸猪手 从车头骚扰我到车尾 我到现在做梦都会梦到 每次梦到都是一身冷汗 睡不着 也至今排斥坐公交了 可见性骚扰 对女性的心理打击之大 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 露西的执着有什么错的 果然是需要沟通的 岂止是沟通 更需要理解 大多数男人呢 听到我刚才讲的这一段 都会觉得我矫情 但是我知道你听进去了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吗 亲人吧 差不多 我说我之前 进公司培训的第一堂课 是防止性骚扰 我还说呢 这老外 也太矫情点了吧 估计是见他多了 当最高使是放第一关 冲你这句话 我得尊重地 再感谢你一次 你居然是认真的 你居然是认真的 那我就更怕了 我怕有更多的露西 要是站起来 不畏世俗眼光 坚持要讨回公道 那我爸当年那些冤家 要是找到我头上 是不是终究 我也得自己扛 别瞎想了 李迅这种人 又不是说量产的 哪能谁都会摊上你 早已习惯 我看一个人不安 一个人唱 苦涩的冷暖 远行的船 突然遇见不成的暗 我遇见你 不再害怕孤单 因为有你在身边 人夜半的人都注意了 半夜要是有客人呼叫的话 你们尽量两个人一起解决 用到你的瞬间 我的天空不再冬眠 认为有你在身边 因为有你在身边 因为有你在身边 微笑融化了眼泪 拥抱你的瞬间 我的天空不再冬眠 等着急了吧 难得 一向中外骑小黄车的你 竟然主动要求蹭车 昨天睡得太晚了 蹬不动了 比比水根生毛呗 难点可怜 昨天晚上我跟阿淑洪洪 简单谈了一下露西的事情 她自己一个人承受了太多了 我们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想着邻居一场 需不需要慰问关心一下 想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昨天我就想去的 但是戴威的意思是 让我给她一晚上的情绪环冲 先让她平复一下 静一静 戴威的想法是对的 今天去的确最合适 那我一会儿再去一吼一嗓子 跟他们俩说一下 晚上咱们找机会一起过去 好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 不会也是一直在想她的事情吧 是啊 就是在想她的事 我敬佩她 但也为她担忧 我琢磨这样 她的计划应该是 以李其行性骚扰为由 提出辞职 顺带烧上李其行 她爸爸的好料 这仅仅是个开始吧 这么一来啊 李家这点事 很快就会传到 全公司都知道 小李还嫩 他怎么说得了 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肯定就走人了 但这件事情的 最鬼火手是老李 小李能拿老李怎么办 总不能宣布说 断绝父子关系吧 像这种嫩小子 离开家怎么活呀 可这阴谋变成阳谋之后 露西就不再掌握主动权了 只要小李先和老李 点破了这件事情 老李便有了准备 如果露西没有更好的计划 那就真的是局部维艰了 这也是我担心的点 当真是逼上梁山哪 可这么傻非周章 到头来却又可能是一场空啊 没办法啊 这种事外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旁观 最多就是提他击倒 我不打算旁观 如果他有需要又无伤大碍 我会支持他 女性在遭遇心骚扰的时候 面对的是来自整个社会 不以成习俗的恶意 一个人的力量因此是如此的渺小 既然我知道了 怎么能旁观啊 姬姬 我不是驳斥你啊 我也相信 你是守望相助的意愿 你曾经不惜牺牲自己 保护了你的属下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我就喜欢你这种有话直说 而又不是那种现实口快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 好 又不是versDD 是的 对 其实我做的是对的 对的 我得失去 出发,计划, 人家都在家里逛 这个地方是想到家里, 她们的房间 不想到家里, 因为要家里逛 家里逛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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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金总 我到上海了刚出机场 一下时候我们见个面吧 拜拜 对了 这个是真鲁起菜的资料 里面有一些 佣胜的复印金 还有剪较的银行卡 你点一下 真的是非常感谢 你和蔡小姐的帮忙 你为什么不问我 为什么这时候出现了上海 当然挺分裂的 不好意思 好的 我让我的表面真菜小姐呢 把她在杭州的公司 搬到了上海 我希望你去帮她 别 我要是拿了你的工资 只会让我们俩的关系 朝着无可挽回的爱违法阵 哪儿来的这么多讲究呀 我又没有提傅家庭 让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在国外坐牢落难 你没人没业地帮我 我回国了不能翻领不认人吧 你得允许我回报吧 那是因为你当时给的工资里干 所以你每天就想着跟我两亲是不是 这么说吧 你一个有家有口的人 对我又有暧昧之意 我要是接受你给我的工作 还比同类的工作高出百分之二十的薪资 不就等于承认你的暧昧了 而且还有约束 我才不愿意 好 请允许我遍及两句啊 第一 你有能力 真采三分之一的代理 是你边留学边争取来的 至今的关系比我还是靠你 所以你有资格接受这个所谓的 特赦的工作职位 第二 我扶持你一段 给你助力帮你更上一层老五 关键是我欣赏你啊 我没有把你当作某种人看待我 我更不会约束你 像我这样的人 你从哪儿去找 到哪儿去找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我反正也没有什么高的抱负 我就是希望 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能多做噩梦吧 这个馄饨汤挺香的 但我看这个上面好像是猪油 按照医嘱的话 能不能不要这样扫心啊 就实事求是 真不敢 不敢 做了你就是实际的掌控人 真的不敢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嘛 这美女很难的 要如履薄冰 我可不想让别人误会我 特别能干的女人 真是不要长得太漂亮了 真是让人爱恨良难 我会尽快搬出小区的 这个你不用跟我讲啊 足月签了一年 押金五万 已经付了三个月的帮租 是用你真菜的提倡支付的 如果你想提前借出足月 押金五万不退 五万 那就是提前预支提倡 慎重考虑啊 五万啊 一文钱难倒应情害啊 好吧 没想到最经济的方法 竟然是继续住在二零一 你可以不用活得这么难啊 兄弟 门我是帮了 但人家说了 必须要凭卫总的条子 才能开资料柜的门 我也没办法了 为什么啊 之前不是咱只要签个字 就能拿出来吗 那有什么办法啊 女领导就是爱犯小脾气 今天刮风明天下雨呢 谁知道 女领导怎么你们了 问你们呢 女领导怎么你们了 女领导难道吃了窝边草 还是禽兽了你们这帮人啊 还是说跟踪到你们家门口了 杰总 你们指三骂我还说谁呢 听清楚了 我是骂 不是说 骂的就是李轩这个禽兽 怎么 骂错了吗 你不屈污蔽我爸 污蔽 实话实说而已 不爱听啊 你们别做出来 这几个月的照顾 魏总 感谢您这几个月的照顾 来一个小的照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您看见 那么不吝点赞 好 嗯 嗯 啊 儿子 出什么事了 你还好吧 我刚收拾完东西滚上车 我能好吗 你打开视频 让妈妈看你一眼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辞职啊 辞职就辞职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让你爸再给你找一个 干得不顺心咱就换呗 你还提我爸 我就是因为他 我才待不下去的 你还提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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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